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刘说说 我是大刘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国家统计局上调2018年的GDP增速这个话题 昨天有朋友跟我说 大刘 咱们2018年的经济增速不是6.6% 而是8.7% 国家统计局上调GDP增速2.1个点 我也是后知后觉 听他这么一说 我才赶快去查媒体的报道 发现果然是这样 但是在这个话题上 我发现有很多朋友有认识上的误区 包括很多媒体的报道 我也觉得不专业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咱们2018年的实际GDP增长 真的有8.7%吗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 统计局为什么要上调GDP增长率 是源于2018年 我们国家进行了一次 全国的经济普查 经济普查 咱们国家是每5年搞一次 上一次是2013年 再上一次是2008年 就是每逢3到8 尾数是3到8的年份 国家要搞一次全国的经济普查 每一次经济普查 都能发现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你比如说这一次 经济普查就把送外卖 就列入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前这个是不算的 我们知道送外卖这几年发展的比较不错 它也在创造价值 对吧 因为外卖员有收入 把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统计进去之后 就造成了GDP 数据要往上调 这也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做法 不仅仅是中国才有 而且咱们这一次经济普查之后 上调GDP增速只有2.1% 也算是历史上最低的了 从我记得03年的数据是16.8% 那就大幅上调了 08年的数据是4.4% 013年的数据是3.4% 但是到了18年 这次普查只有2.1% 那么这2.1%是实际的增长吗 不是的 我在这里就回到咱们最初的一个问题 咱们2018年的实际增长率 国家还正在统计中 网络上有一些媒体说8.7% 这个数据是不严谨的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统计的实际增长值 是多出了1.9万个亿 但是这1.9万亿 我们知道是这5年里边累计产生的 它不是2018年 一年就产生了1.9万亿 因为它是5年的经济普查数据 所以说它还要去均摊到每一年 均摊到每一年里面 还要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这里边有一个实际GDP和名义GDP的区分 比如说吧 我拿这个杯子来举例子 这一个杯子呢 我去年生产了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价值50块钱 也就是说我去年的GDP是50块钱 我今年又生产了一个杯子 但是今年杯子涨价了 我卖60块钱 也就是今年我的GDP是60 对吧 这从字面上一看 从数据上一看 我今年的GDP增长了20% 但是我们说GDP统计的时候 一般指的是实际GDP 也就是说在统计的时候 你这个杯子今年涨价了10块钱 不算 一个杯子还是一个杯子 你今年的GDP增长实际上是零 也就是说已经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了 所以说这个数据呢 还需要进一步的国家统计局去分拆 去进行进一步的仔细 分拆到每一年进行核算吧 所以说到最终啊 它的增长率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但是毕竟是有增长 有朋友就可能说了 这2018年 经过核算之后呢 基数比较大了 那么对2019年的GDP增长呢 有没有什么影响 会不会造成咱们2019年的GDP 会大幅度下降呢 其实啊 这种说法也不对啊 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2018年为什么上调呢 是因为发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是这个经济增长点呢 在19年它是继续存在的 它不是说到咱们19年就没有了 所以说在19年统计的时候 会把它继续统计进去 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 所以说19年的GDP增速 还是要看全年的表现啊 并不再 并不是说2018年调高了 19年就会降低 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 那么这次GDP调高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最明显的就是咱们国家制定的 2020年啊 GDP翻一翻 这个战略目标啊 压力减轻了好多 按照我看网上的推算啊 有人说增长 明年增长达到5.6% 就算完成目标了 也有很多报道这样说啊 虽然压力减小 但是呢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大流对这个观点 还是非常赞同的 我们完成目标 仅仅是一个最低的要求 经济要搞好 国家要发展 才是我们最终所有人的希望 这次经济普查了 给了我们更加精确的数据 这是一个好事 至于说它增长多少 大流觉得这反而并不重要 最后呢 声明一下啊 大流本身呢 也不是经济学家 如果在这方面有错误的认识 希望懂行的朋友们 在评论区指出 大流不申感谢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吧 在2019年都能收获一个 好的成绩 感谢您收看我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